我们的规则规定是让孩子们自己完成穿衣服 但是你看 李老师首先就破坏了这个规则 跑到房间里给孩子穿上了衣服 规则制定着自己又去破坏这个规则 所以可能就会给孩子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 规则可能并不能得到严格的执行 我们在讲明规则的时候 他还是会这么去做 说明这个事情一方面 他的这个意识还不是足够强烈 另一方面到插衣跟能力也有关系 男和女孩也有差别 但是我们因为这次是婚龄的班级 所以这准备上其实也不能只去迎合某一个孩子的 好 同学们来 集合了 恭喜同学们 你们就正式入营了 好不好 那我们去把这个旗子插到那杆上吧 好不好 我来插 我来插 好 这样 决定了 我自己插 插个旗子也想 插好之后啊 小孩不都这样吗 我们一起插 来 手放上来 手放上来都一起 手放上来 一 二 三 好 很棒 恭喜同学们 你们都成为要成长营的一员 好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个活动的操 谁要是没有做好 我就会拿掉一朵红花 做操的时候有两个规则 第一 跟着老师认真学做操 第二 站好自己的位置 不要打断别人 自己做就好了 听懂了吗 听到了 好了吗 好了吗 妈呀 啊 现在我们做操的时候要抓紧时间做操 好不好 你同学先站好对 来 你站这儿 来 你站这儿 你站这儿 好 你听我说 所有同学都要做操 你做完操 我们再说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我相信你可以做好 俩人 俩人 他其实昨天进来的时候 就一直就是有我们的教官王涛抱着 其实他一直不是特别的聋络 你加入我们成长营啊 接下来呢叫你来 俩人到营地后经常会说我想妈妈 经常要求老师抱抱 要老师照顾自己 一方面他承载一定的分立焦虑 不过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可能体现了父母经常犯的错 我们继续观察一下 看看这个判断对不对 对孩子影响大不大 同学们跟着我们做操啊 来来 为你准备了啊 注意力 集中 来 这是高速的时代 每天都高兴奋大 我也不是你眼装传统的小孩 音乐运动我都玩得来 成绩方面我还能百分百 超级无敌牛牛牛牛 我就这么牛 超级无敌牛牛牛 李老师好可爱啊 超级无敌牛牛牛牛 谁看的谁上头 超级无敌牛牛牛牛 大步向前走 不要小看我 我们就是这么牛 超级无敌牛牛牛 我就是这么牛 超级无敌牛牛牛 来来跟上我 跟上我 超级无敌牛牛牛 我就是这么牛 超级无敌牛牛牛 又是这样对 转转 超级无敌牛牛牛 大步向前走 好 网铁相机 好 我的大成小 成小 这个世界叫朋友 去 三 咱 一